赚的不够亏台中雅治大饭店9日席灯 营运13年的励志餐旅集团旗下台中雅治大饭店吹席灯号 励志餐旅集团昨天发布给媒体一封信 并由事业开发部副总罗明威宣布 台中雅治应不景气固定成本及租金年年升高 加上新冠肺炎冲击赚得不够亏得多 将在本月9日停止营业 饭店礼券有退券机制届时会协助员工转业 无独有偶 宜兰知名温泉饭店郊西冠祥世纪温泉会馆 在郊西经营13年 昨宣布4月1日起到9月3日暂停营业 全馆整修、住房、餐饮、SPA等从本月3日暂停 台中雅治位于英才路国泰建设的市华国际大楼内部 房东为国泰建设46楼高 是台中目前最高的五星级饭店 曾吸引Lady Gaga、安藤忠雄、李安、成龙等名人入住 罗明威说台中雅治面对固定成本相关费用及租金年年增高 经营得很辛苦 其间虽多次交涉租金费用、协商过程并未获回应 罗明威表示 过去即便亏损时 母公司也都可支持 今年1月住房还有9成 受到疫情影响 主力客层国际商务客不敢来亚洲 2月后订房仅剩3成 只好宣布停业 罗明威说 台中雅治营业到8日午夜12时止 持有台北雅都励志大饭店发行的台中雅治有价信托商品礼券者 有退券机制 详情可在官网或粉丝专业查询各项活动 定席、订房 例如长期订房者将协助转介同业及相关退订事宜 媒体询问未来是否由国泰接手 罗明威说 停业是昨早开董事会才决定 尚未讨论到后续做法 目前优先考虑员工、厂商、消费者权益 中市府劳工局指出 经查该饭店有195名员工 将主动访市 资方应遵照劳动法令给付工资、资遣费等 冠祥世纪总经理方翠华表示 饭店有48名员工歇业期间除6名与公务或行政相关员工外 其余42名员工接受依法资遣 饭店也跟宜兰县政府提出解雇计划书申请资遣员工事宜 宜兰县府表示将持续关切以维护劳工权益 需要转业员工也会办理相关就业媒合 旅馆业喊先给一点救急要 记者蔡静宇台北报道民众党立委蔡碧如 邱晨远昨天邀请旅馆业者座谈 呼吁政府补助加快脚步 蔡碧如表示虽然行政院已提出纾困特别预算 但政府和企业想法往往有落差 判透过座谈会让业界的声音传达出来给政府参考 美系列饭店集团总经理赖建勋表示 旅馆业现在已经集体陷入恐慌 希望政府能注重纾困的速度 至少先有一两项措施 不要只顾着一直开会 先给一点救急要 让我们舒缓一下 台中福华饭店董事长廖洪国说 此次受冲击程度比起SARS更严重 补助却不如当年 建议政府可从房屋税 地价税等税负减免着手 协助业者度过寒冬